一个举动就看出了流量明星和老戏服的差距 当初在拍摄《大明风华》时 关于让谁来出演《明城府》朱棣这个问题 着实难住了导演 因为从历史上看完 朱棣的形象是极为复杂的 虽然曾经发动《静难之意》篡拳夺位 但后期又五帧莫名 为《大明江山奠定》了坚定的基础 如此具有争议的角色 上一个成功驾驭他的还是老戏的唐国强 因此这次导演也决定 必须要一位实力派演员来出演朱棣 于是便有很多人向他推荐了陈道明 但导演思索在三后还是拒绝 毕竟陈道明的成名角色是康熙皇帝 这个形象早已深入大众的内心 如果再让他来演朱棣 难免会让人感到穿起 因此导演最后还是把目光投向了王学奇的身手 可不料当王学奇接到电话的一瞬间 便直接拒绝出演 因为他早就对外宣称过不接古装戏 只因他觉得古装戏的故事是基本摆脱现实 然而导演不死心 还是厚着脸皮把剧本给王学奇发了过去 不料看过剧本后 王学奇居然对这部剧有所改观 他发现原来朱棣不仅是一个冷血无情的地方 私下还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父亲 因此随后在和导演商议之后 在剧中加入了不少朱家父子斗嘴的日常 如此接地气的表演 也让观众纷纷直呼他就是永乐大帝 然而也由于自己是出演的皇帝 王学奇在剧中经常被众人跪下 这让他感到十分愧疚 于是在杀青时对着所有群演跪下 表示担心 像这样演技精湛又懂得尊重他人的老艺术家 才真的可以说是得意双心吗 你敢相信 他们是同一场流星雨出来的演技 那你当初造了什么犯 您真把自己当忠诚了 就算你把永乐大帝修成古今第一期书 史冠也不会记载 你是顺位继承的 我允许你得到我的动体 不要CPU啊 我可是拉抓 不管你是古里拉抓 马尔扎哈 还是安久拉爸爸 所有人都在努力拓宽自己的系统 只有张翰在霸总的道路上越走越勇 本以为战狼二能让他步入演技派的大门 不料却是他演艺生涯的最后荣光 反观曾经因为火灾导致意外毁容的余昊明 却凭借一部大明风华涅槃重生 在电视剧筹拍之前 汉王这个角色绝对是最难匹配到合适人选的 因为他的人物形象完全是个三面派 对外是威武的大将军 对内是个憨憨的二世子 私下却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反派 剧组前前后后找了三个多月 找到的演员不是实力不够 就是不愿意出演 最后只有朱亚文表示对汉王的角色比较新颖 但导演看到他的第一眼 就认定他是朱瞻基的首选 况且以朱亚文的人气出演反派也不太合适 朱亚文在错失心仪角色之后 便向导演推荐了自己的好友于浩明 然而于浩明在接到剧本时 起初是打算拒绝的 第一是觉得自己胜任不了 其次是朱亚文还比他大几岁 剧中自己却要喊他大侄子 但由于自己毁容后资源下降的力量 为了生活他便接了下来 让人没想到的是 抛弃偶像包袱的于浩明如今竟如此不顾形象 顶着个大脑门子和落腮胡 你能想象这是曾经那个温文雅的端木蕾吗 同时于浩明也展现出了自己炸裂的演技 和王学奇老师的对戏时丝毫不落下风 要问他的剧抛感到底有多强 这么说吧 很多观众在看完这部剧后 都没发现汉王是于浩明扮演的 制片人做梦都想不到 自己死磕九个多月才请到汤维 结果却被观众评为全剧最大拜扮 在《大明风华》的宣发初期 汤维就稳居C位 而这部剧的别名又叫《大明黄飞》 很明显这是一部大女主剧 因此这对于从未出演过古装戏的汤维来说 背负的压力是极大的 毕竟上一个大女主专业户孙力 分别在《甄嬛传》和《芈月传》中 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据悉当电视剧还在筹牌时期 剧组就已经默认汤维就是女主 制片人也戏称为了请她是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 因为已经阔别荧幕太长时间 为了保证自己多年的演员人设不翻车 汤维在签合同前就认真分析了剧中每一个细节 在拍摄期间为了保证不出席 他也是直接就住在了剧组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明明自己已经付出了12分的努力 结果电视剧播出时 却被朱家吴虎抢进了风头 因为这爷孙武人时常在剧中上演一些接地气的镜头 让观众们感到十分真实 纷纷表示他们就是角色本身 反倒是大女主汤维 被大家说成是可有可无的边缘人物 加上汤维并没有选择用配音演员 自己偏向于中性化的嗓音 又很难与人物情绪产生共鸣 因此导致这部剧在朱家爷孙下线后 口碑也是急转直下